好 接下來我們要看的一支VCR 其實這已經是上個禮拜的新聞了 那一直也沒有機會播 最主要是台南有地方的北線 其實他本來2008年是挺馬總統的 他看著他說那白鶴跟新市的收尾站 他撞不住 總要去採一支鐵肉 大家都知道那支鐵肉要多少錢 說馬英雄跳票又騙票 我的意思是說 說這個事情在地方、在南部 引起多大的群情激憤 來 我們來看VCR 踢霸上三民工人忙著樹立好廣告反部 可以看到上頭寫著 廢除新市白河收費站 馬總統跳票騙票 廣告就立在新市收費站旁 民民會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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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踢霸廣告就是這群 大台南小市民聯盟代表集資設立的 現場也有民進黨籍的議員立委來聲援 發起架設踢霸的羅先生說 自己2008年是投給馬英九 但三年來馬總統政見跳票 台南人忍無可忍 民眾還帶著當年馬總統政見的廣告 廢除收費站不但是台南民眾的心聲 李偉認為繼承收費也不公平 繼承收費反而更糟糕 因為到時候連在台南縣市 在台南市短程的這個用路人都要交錢 就是其實過去已經逼了好幾 剝了好幾成筆 現在還要再下來 103年後還要剝更多筆 人民出資架設踢霸廣告抗議 希望馬總統真的能看到他們的心聲 好 不過剛剛談到會選 這就真的是要很嚴肅來講 那麼民進黨發言人徐佳卿說 跟律師團開記者 為這昨天 提供緩會選的電話跟傳真專線 呼籲民眾勇於檢舉會選 那徐佳卿說 民進黨緩會選的專線電話跟傳真 24點鐘都接受民眾的檢舉的情資 專線的電話是 台北 02 23567985 2356 6 2356 8038 2356 8038 他說 只要民眾檢舉現在的規定是 做到立委會選 華務部最高會提高 提供台幣1000萬的獎金 那做到總統級的會選 那麼獎金就是1500萬 那他說民眾不必擔心 選舉會選 遭到報誤或拿不到獎金 民進黨會組成律師團 只要民眾提供線索 律師團幫民眾研判 檢舉 獎金則歸給檢舉的民眾 那現在的 他說現在的會選 其實這個形勢很多 包括收購身份證 走路工 茶水費 誤餐費 假雇用真買票 假催票真會選 買票最高可處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十年有期徒刑 賣票最高也可以處 三年有期徒刑 希望台灣的百姓不要以聲勢吧 不過我還是強調就是說 不要賣票 不要賣票 讓我們台灣這個土地是不是可以清清氣氣 台灣很多是假的 選舉有的是買票的 對 也是假的 剛才我們說 很多的事情都假的 來我們再看這一則新聞 不滿假民調 宋楚瑜將自中選會抗議 宋楚瑜怎麼抗議呢 他憤憤不平的說 假民調從九月份就開始出現 特別是那些御用媒體在做 民調抽樣對象不到一千人 有時候只有兩百人 而他在網路上的支持度 始終沒有低於二十趴 這是對幾萬人的民調 有上過哪一個報紙呢 不好意思 宋楚瑜以前你做省長還是文工會主委的時候 你知道這是事情嗎 你怎麼可能知道 什麼 御用媒體 他沒有好大的說多幾個 只有御用媒體 台灣人什麼叫做御用媒體 他現在深受其害嗎 深受其害 但是他怕你還沒公開 這幾多一間的民調是多一間 他還不敢 他只是改靠性 台灣八成那個什麼 受害多久了 許老師 宋楚瑜 宋楚瑜應該知道 兩千年的時候 那時候馬英九拿什麼民調出來 選前一天拿什麼民調出來 結果那個民調是讓他落選的民調 當時馬英九拿出來的民調 第一名是誰 第一名是聯戰 結果宋楚瑜 聯戰才多少票 才兩百萬票 兩百多 對 兩百多萬票 第三名 那時候後來中選為什麼禁止選選選 放民調 選選其實就是因為馬英九的關係 其實馬英九今天還在這邊到處講 我覺得今天台灣選舉制度很多敗壞 跟馬英九有關係的 我覺得宋主席你就出來點名 馬英九那時候是誰在弄 後來金普松要告他 他不是就是因為他點名 馬英九那份民調是金普松做的嗎 後來金普松有沒有告 沒有告啊 所以我覺得宋主席真的 你把哪些民調你不滿了 一個月講出來 洪宜現在也是啊 我們前面講過 雲霄飛車民調 之前殺十幾% 然後縮小 然後又放大 我常常講說 事情有變化那麼大 台灣人這樣變來變去嗎 民調可以這樣變來變去的嗎 我不相信 所以我覺得宋主席 我應該是把這些民調都拿出來檢驗說 看到底那時候是做成什麼樣子 其實許老師我今天要跟 大家專長的八仙說 宋主席終於啊 知道有些媒體多惡辭了嗎 他感受到了嗎 台灣的八仙現在知道嗎 請教練的話 我認為他還沒有完全感受到 他真的感受到 我覺得他對這些媒體 他口中所謂的御用媒體 還抱有一絲絲的希望 不應該你應該 宋主席我給你 這個拜五還有政見會 全國的觀眾都你看 利用政見會的時間 把你口中所謂的御用媒體 勇敢的講出來 因為我想全台灣 你最了解 御用媒體是哪幾家 不是只有一家 有好幾家 為什麼我說你最了解 你做過新聞局長 做過文工會主任 做過台灣市長 做過蔣經國的秘書 當時的御用媒體 跟現在的御用媒體 有什麼差別 在我看來應該是差不多 國民黨的本質沒有改變 所以宋主席 你最清楚 御用媒體是哪些家 勇敢大聲把它說出來 你給這次選舉 不要說你有選到沒有選到 那是其次 既就你這次選舉 要有一個總統級的候選人 如果有一個總統級的候選人 剛才在公開 在政見發表會公開講 台灣都幾軍媒體 是國民黨御用的 甚至你如果知道 有都幾軍是民進黨御用的 沒關係 都說出來 對 給全台灣觀眾 越聽人大家了解說 跟這幾軍媒體 這都一檔 他說的當然 我一檔 這都另外一檔 他說的當然 我一檔 大家心裡的優秀 看起來就不太騙了 現在最恐慌的是什麼 極重力 好 你看小倫說 不要再罵了 我自己帶頭罵 要整個月 現在又不要再罵了 我如果前幾天都沒有看這份報紙 我收斂我只用二版一整版而已 如果我前幾天都沒有看這份報紙 我今天才看到 我會覺得這份報紙 好客觀好中立 我果然是 這個有水準的報紙 叫大家不要再罵了 不要假中立 而且我真的 我很誠懇呼籲宋主席 你沒有任何包袱 你對這些媒體也不需要有任何期待 勇敢把他講出來 是 要敢講真話 宋主席會抓不抓 他不知道 但是我們要看一個政治人物 其實宋主席這次 第三次出來算了 他又怕夢想 如果無法在這個關鍵的時候 敢講真話 贏得台灣人民對你的尊敬 你這場選舉是白參加了 是 因為你到現在還要在顧慮東西 還在怕冬怕塞 什麼人幫你做假面條 什麼媒體事 什麼人 你最清楚 一切公佈清清楚楚 台灣人民對你講 宋主席你開始 大家尊敬 如果沒有 你一樣 落選以後 就沒有人理你了 我實在講 台灣八千 現在你看這個電視的人很多 做家媒體 在台灣會被淘汰 做家媒體 我們要把他淘汰 這樣吧 我們來看一個事情 這今天的聯合環報 一般的新聞說 現在是不是投資股票的 股市的時機 中央大學做的 你知道答案是什麼 不是 不是 他自己做問號 沒關係 我要跟他講 他的作為是 持續低迷 跌至2009年4月以來新低 現在不是買股票的時機 這是聯合環報 說 現在的經濟是什麼 危險 沒有亮藍燈 但數字寫著憂鬱 這樣 再來 這是自由時報 說29個月首見 11月景氣亮藍燈 孔亮藍燈 37%的製造業看壞未來 來 再看 今天的新聞 CEO CEO就是企業執行長 看明年景氣說 八成五悲觀 這上下的 中央社 上下的 怎麼做的呢 來 再看 八成五是絕對多數 對 中央社下 物價漲 加薪無望 上班族 育族 看 12月份消費者信心降 一年半來新低 看 經濟會說 11月燈號 續亮黃藍燈 但是 差一分就變成什麼 就藍燈 景氣低迷的藍燈 低迷喔 來 看 消費者信心指數 連市將 不好意思 劉易如是連市問喔 來 徐老師 弘議 差一分藍燈 對 劉易如所主導的 經濟會的報告 我不信 我覺得本來是藍燈 後來插一插 立可牌弄一弄 把它變成黃藍燈 我真的嚴厲質疑 經濟會你做出來的數據 你劉主委公開主持的記者會 三月會變成八月 三月八月不重要嗎 藍燈黃藍燈不重要嗎 今天為什麼 還要這個副院長出來說 保證絕對不是藍燈 為什麼 藍燈馬總統選不下去了嗎 你今這個月躲得過藍燈 下個月躲得過藍燈嗎 你乾脆把它做成綠燈算了 警氣一下好得不得了啊 弘議 一個經濟會主委 有偽造文書之嫌疑 他今天公佈這個燈你信啊 我絕對不信 為什麼 很簡單嘛 你之前有這樣的行為 你會不會為了選舉考量 你也在那邊弄 而且還副院長還先打電話去問說 到底是什麼燈啊 我覺得這個政府現在在幹什麼 你以為弄一個黃藍燈 大家會心情比較高興嗎 馬英九選票不要多啊 明天股市會漲嗎 誠實以對才是最重要的 今天馬政府裡面有多少統計數字 你真的相信嗎 你真的相信這個月的失業率 比上個月好一點嗎 我都不信 徐老師 你是懷疑那個燈號可能是造假 我是說 他國家經濟賣到這個程度 他每天在兵公文 來 其實我看國外 如果是這麼慘的話 那年度的代表這怎麼會是讚 應該是燦就對了 燦燦的燦啊 怎麼會是讚呢 所以這報紙也是混亂 你說我剛才那邊社群 我就是說是自由時報 中國時報 對 中國時報 他一大本來這個 他講我是浪費版面 莫此為勝 這個版面應該是處理大家的經濟問題 彭彎來怎麼說 每年了嗎 3D一高喔 他作為一個真正的央行的總裁 他的專業出來 投資會變低啦 消費會變低啦 出口會變低 只會變高 只會變高 他發揮他的專業告訴我們說 建物要注意 然後你看金建會 最重要一個經濟研究的一個單位 規劃台灣建設的一個單位 現在在做什麼 整個主委只有沒用什麼 翻這兩大箱的檔案 試問蔡英文 完全都沒有把他的正業專業 把它發揮出來 所以很多金建會的一些朋友 開始抱怨說 這個主委到底在做什麼 我告訴他 他這個叫做自殺炸彈客 這為什麼 他說自己犧牲沒關係 要把他對手炸了 如果他的組織上去 馬上去就好了 但問題是 不然為了他自己 要犧牲 把整個台灣也犧牲了 這個案子已經上到台灣的生計產業了 欸 抱歉 魯爺你是補償 我記得補償嘛 對啊 劉毅也補償嘛 對啊 真的兩雙公文 就要翻那麼多久嗎 沒有 你如果去翻到不翻到暖 又翻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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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雙公文 本來放在架子上面 他把它放下來變冷香 本來是都拜好好的 整個案子 對地有非常清楚的建黨 日期 然後這個主題 什麼都有 要查得很簡單 他自己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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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又讀不懂 他說我讀不太懂 因為很亂 是 所以只有問題 我都吃八十元 在整理資料 這份資料大家注意看 這就是我們台灣的警視對策訊號 因為劉毅如吃八十元 才變成我們也就吃八十元 你知道嗎 沒有啦 這是我們長期有在追蹤 我是看完什麼 這是2010年的5月 這你們大家看 2010年的5月 到2011年11月 這就是劉毅如就任主委的時間 經期一禮拜 每個月我都做統計 紅頂就是熱絡 經期不錯 對 藍燈就是滴泥 對 這是統計的一個勝法 你看劉毅如一開始都紅頂 做到現在 紅頂的時候他就沒有在兵公文 兵到現在 所有都變藍燈 包括說領先指標這個機器及電機設備進口值 這領先指標 看這個 連續一二三四五五個月 是藍燈 這是什麼 這領先指標 我們看這個後面是怎樣的 對 這是看未來 所以未來看都拿上 都拿上 這代表未來是看壞 所以劉主委 你照理說你要趕快利用這個時間 我們這個歐債不可以衝擊 未來的經期的問題 你要趕快去跟媽英雄說 政府來要怎樣因應 結果你所有時間都在撥這些公文 不是說 其實公文都不是理由 就如果創他們沒找到 這問公文就趕快趕快出來 再看平地平地在看 所以整個時間不去處理 我們現在面臨的國家的一個挑戰 反而是在做政治打手 在做這種抹黑的這種選舉的工具 讓人家覺得可恥的地方是在這裡 靠這就不贏了 只有靠兵公文 靠兵看看 不是 看他病情嗎 不是 不好意思 我們看看 今天 這位是醫師 他是成大醫學院的教授 他叫謝春暮 你看這很負責 他是 他的頭銜 他的名字都寫出來 這可不是政治庫聯盟 他說 2009年 日本大阪地檢特收部主任檢察官 前田恆宴 為了證明 後生勞動省的局長 春暮後子 爛開殘障團體證明 惡用殘障者郵件的優惠 竟然篡改辭碟的日期 當作村木犯罪的證據 把他起訴 所以檢察官是有做什麼 檢察官有做前田 對吧 前田 覺得局長有做村木 所以前田被指控村木犯罪 村木因此被停止 局長被停止 遭法院羈押 村木在法庭上堅持他的清白 要求提供原始證據 終於發現日期資料已經遭到特收部辯造 2010年9月 法院判決村木局長無罪負職 篡改資料的特收部全田主任檢察官 及大阪特收部的部長 副部長全都被法務大臣免辭 而且立即逮捕起訴 全田檢察官在今年4月被判刑 他說我們台灣的憲法是這樣 說無緣明知為不實這事項 而登載於職務上所長這公文書 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 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那麼公務人員以不實施政損害他人者 已經不是告訴乃論的違罪 為什麼台灣檢調系統 對公務人員辯造文件 構陷人民的事件視而不見 好 我現在要說的是 日本檢察官他判斷 結果他就要入罪 他就要向官 台灣的政府官劉易如判斷 有什麼不想辦 我剛才要說的是這個 社論說藍綠不要再罵來罵去 沒有人跟你罵來罵去 我們的質疑是說這個事情非同小可 有什麼 你這個故意把八月的講成 把它弄成變造變成三月 這不只是說讓蔡英文選不下去 蔡英文是可能要進去關的 對 你是會害這個人去坐十年以上的牢 這個不是一件小事 你輕輕一句話帶過就可以了嗎 你做一個家族了出來 但是另外一個人會去關 所以我說 我看見這個案 我就說 那是將國慶案的翻版 做一個假告白 也假自白出來 結果是張國慶是什麼 親送的 對 不是說 算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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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不下去的事情 不是這樣 所以我認為這個事情 不是說 不罵來罵去 我認為這個事情不可以辦 因為 因為 我說這樣 真是已經用心狠毒了 你真的是要讓一個人死了 這個不是一件小事 你說這個所謂的這個變造 不是像日本這樣 像美國一樣 水門案件大家想看看 那也是 那個是不是尼克森 他想掩埋那個 真實的證據 總統都下台了 對 一樣的意思 那為什麼我們不辦 這個事情非常明顯 我今天 剛才有一個 有我們一個董事 他在說 我提供大家 他說 這個語昌案為什麼 這個國民黨 不要再說下去 為什麼想要打下去 想要就此打住 不是像民調壞 他說這很簡單 語昌案這個內容 到底是怎麼 現在說說共有禮 普通說共有禮 大家要這樣做 這個事情 怎麼發展 大家不曉得 但是 確實 確定的是什麼 你劉易如 作假誣陷 這個事是非常確定 這個是已經 沒有什麼好講的 那你這個事情 都不去處理 你還在說別人 所以說 他這個說不下去 他的民調絕對失敗 所以才有這個社會說 我們不能再說 但是我說 這不是罵來罵去的問題 這是說 我們政府的公務人員 可不可以 用栽贓的方式去誣陷另外一個人 是這個問題是這樣 好 所以這個標題 這三個就是什麼 鐵 鐵漢喔 鐵漢去哪裡了 特首部 特首部 好像不像我們現在的特徵族 一樣 厚生勞動生 好像不像我們的衛星宿 衛星宿裡面 一個局長而已 特首部 用這個鄉的 這樣押下去 去圍造 去用法辦喔 是 台灣 我們有一個特徵 特徵族的人 會這樣去辦 許老師一次說都很好 他說檢察官 是連話說的 扮總統 沒遺憾 我們要看檢察官 扮你的丁曦特徵族的 檢察官給我們看 那不知道還要不去 到現在劉毅如 民進黨已經告發 這台北地檢視了 是不是有檢察官 剛開始約談劉毅如 剛開始來扮特徵主令 為什麼從這件事 這樣就在目的 如果 台北地前室檢察官一約談 劉毅如 劉毅如就沒辦法在外面 五四三題公文 因為你自己已經先寫暗中班了 對 所以你看這次室檢察官司 跟日本 日本為什麼說大家 爹心修法 因為他們的修法可以放心 對 不好意思 來賓都要再補充 不過我們等一下 先開放給大家來Call in 先休息進廣告